年庚瑶,一个在清朝历史上闪着耀眼光芒的名字,他为雍正帝立下汉马功劳,却也因飞扬跋扈最终招来杀身之祸,我们似乎都没想到,他竟会被迫在狱中自问,他的家人也难逃一劫,那么,这位大将军到底何许人也,他又是如何从功成名就到万劫不复的,让我们来详细剖析这段传奇的历史,年庚瑶在清朝的历史中是重要的一笔, 他绝非等贤之辈,年庚瑶生于康熙十八年,出身名门望族,祖上就是明朝大臣,他二十一岁集中进士,之后在四川历练,很快当上总督,到了康熙末年,年庚瑶已是川山大园,手握重兵,且说新登大宝的雍正即位后,西北局势骤变,青海地区藏族首领罗补藏丹金趁机造反,意图割据一方,若任由其发展,后果不堪设想, 朝野上下,无不惶恐,青海叛乱一触即发,势如破竹,朝廷上下人人自危,深恐祖宗江山不保,此时此刻,年庚瑶应运而生,多年雌汉将袭封,深安全变,此番重任,自当由其施展拳脚,雍正迅速调遣其率大军前往镇压,年庚瑶深安兵法, 静可攻,退可守,一举歼灭敌军主力,使罗补藏丹金不战而逃,青军锋芒所指,无一敌手,此意年庚摇剑其功,朝中皆为称颂,自此年大将军之名,传遍海内,甚至偏远山村中,听闻此事的老人也赞叹道, 金德年将军,方宝大清江山社稷,雍正亦十分欣赏他的才干,两人常言笑艳艳,颇有君臣之意,当真是一将功成万古枯,年庚瑶也因此战一战成名,正因为有如此战功,雍正皇帝还未继位时,就特别看好与仰仗年庚瑶,为了凸显自身对年庚瑶的重视,雍正十分大方的那年庚瑶的妹妹作为自己的侧附近,日后成为皇帝后, 更是侧封为贵妃,从这样的角度来看,怎么说,年庚瑶还是雍正皇帝的大舅子,这种亲上加亲的举动,配合上从龙之功,使得年庚瑶在雍正手下地位,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在当时,只有同样文武双全的龙科多,可以与之相媲美,只是他并不知晓,得知之后,往往难免骄傲,祸事多由此而起,年庚瑶在雍正掌权的绝大多数时间, 日子过得十分舒坦,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,哪有人会嫌弃自己手里掌握的权力与金钱多呢? 尤其是在年庚瑶平定边疆叛乱加封一等功后,认为现如今他贵为皇亲国戚,又有军功加身,雍正又视他如兄弟, 这天下最起码有一份的功劳,就算自己嚣张跋扈,其他大臣能拿自己怎么样,有什么好怕的呢? 所以在各方面更加目中无人,丝毫不把旁人放在眼中,西征大获全胜后,年庚瑶带兵返回京城, 为了彰显对年庚瑶的重视,雍正下令让百官跪营年庚瑶,不料他却视若无睹, 等雍正走到他面前的时候,年庚瑶才缓缓下马,向皇上行礼,到了大殿之上,雍正体恤众位将士, 让他们脱掉铠甲,可他们却一动不动,直到年庚瑶开口同意,他们才把盔甲撤了, 这让雍正感到十分难看,金银财宝,不在话下,荣耀头衔,数不胜数,更慎者, 他甚至沾沾自喜,自诩在这场胜利中也有一份功劳,这般状况, 已是令人不耻,有时观之,年庚瑶浮躁之心昭然若揭,他志得意满,言语句子更为放肆, 时常我行我素,不慎将其他大臣放在眼中,甚至连皇帝面前, 他也不再谦逊礼让,丝毫无将君主放在心上之意, 他把自己的房屋装饰得富丽堂皇,一旦出行,惊奇必空, 前后跟着的士兵都是浩浩荡荡的,那个排场已经超过皇上了, 不知道的路人还真的以为皇帝出来了,而且, 按理说皇帝给别人下的命令才是遇,而年庚瑶也开始学起了这个, 不仅如此,在他给部下的奖赏中,甚至都用到了次字, 此时一位老臣私下对人说, 大将军若不收敛,终有一败,言语中已透出忧虑之色, 只是当时无人将此言放在心上, 年庚瑶为高权重,已经无法无天,更有甚者, 他还萌生拉帮结派的念头,力图在朝堂站稳阵脚, 凡是自己中意的人选,必定极力举荐, 即便遭遇异议,也要强行通过, 这在朝中已非首次,年庚瑶手下骨干, 皆由自己提拔,思乡受受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 眼看一股势力渐渐形成, 众人皆在暗中表示不满,只是无人敢言, 后来有人统计,年庚瑶通过权钱交易所或利益, 竟高达数百万两之多, 但年大将军还是我心我素, 丝毫不改,甚至还要在奏折中使用皇帝的专用词汇以彰显权力, 简直犯上作乱,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目中无人, 年庚瑶才会在如履薄冰的权力游戏中越走越远, 而他自己,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,种种预兆, 他不自知年庚瑶的行径已然超出君臣之间的底线, 若放任他发展,势必会危及到皇权, 而更可惜的是,年庚瑶还屡次顶撞雍正, 当年在刻印陆宣公奏议时, 雍正亲手所写的序言还未下发, 年庚瑶居然先一步写了一篇, 并强行要求雍正认可, 这一度搞得雍正皇帝在朝堂上下不来台, 内心产生了对年庚瑶的厌恶之情, 这已非雍正所能容忍, 雍正三年春,天有祥瑞, 这本是大好之兆,当时君臣心欣然, 可奇怪的是,年庚瑶在给雍正的请安折子上, 将召前细涕, 写成了西涕招前, 简直就是对皇权的蔑视, 本意是称颂天象之美, 传达君臣同心同德之意, 但因年大将军草率用事, 竟成了嘲弄之词, 此举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, 雍正勃然大怒, 在他看来, 年庚瑶已然忘记君臣之分, 甚至敢于公然讥笑皇权, 此彻底触怒君主, 亦令人诟病, 朝野中人健壮, 都认为年将军怕是难逃厄运了, 然则年庚瑶, 适才傲物, 志得意满, 岂会认错, 他再三请愿, 要为此事赎罪, 奈何雍正心意已决, 无奈, 年大将军还是一知半解, 丝毫没有认识到错误严重性, 这已是雍正忍无可忍的时候了, 早在两年前, 京城中就偶有传言, 赏兵之举乃年大将军所出主意, 语气中透出讥讽之意, 雍正当时虽公开澄清, 却以心生警惕, 这一桩桩事情加在一起, 让雍正怎么可能再继续容忍年庚瑶呢? 他意识到, 必须打压年庚瑶, 方可巩固皇权, 必须开始积权, 清洗年庚瑶在地方上的势力, 于是, 雍正表面上对年庚瑶依旧重用, 背地里却让文武百官们偷偷搜集年庚瑶的罪行, 最后, 义正大臣给出了判决结果, 一共92条罪责, 想要安稳度过后半生也不可能了, 雍正当即以此为契机, 对年庚瑶发动了清算, 此时的年庚瑶还以为雍正只是在发小脾气, 接连上书要求雍正看在往日的情面, 给他一次机会, 但此时的雍正早就看出来, 年庚瑶已经成了朝堂之上不得不除去的权臣, 所以断然拒绝年庚瑶的说辞, 反手就用专员将甘肃, 陕西, 四川等地亲近年庚瑶的官员迅速还下, 让其丧失作乱犯上的可能性, 种种迹象表明, 年庚瑶的下场已难逃厄运, 然而此人依然盲目自大, 丝毫没有反攻自行, 但是年庚瑶在雍正帝的手段下不得已交出大将军印, 接受调人杭州将军这个虚职, 当真如雍正所言, 仁臣富恩往上折戒, 年庚瑶一时间权倾朝隐, 最终难逃厄运, 自此大将军一蹶不振, 他被迫交出印信, 软禁在府中, 再无转机, 眼见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一息之间人亡全落, 朝野中人无不叹息, 警醒于失去权势的无常, 看似实权虽失, 命运或可保全, 然而众矢之地, 无人能挡, 此后朝野群臣趁势上书谈和, 罪名分支踏来, 从谄媚到冷眼, 无人不落井下时, 私相授手, 结党营私, 无论真假, 此时此刻, 已无人再相信年庚瑶, 就连曾经的心腹也纷纷站出, 证明自己与其划清界线, 这就是人情世故的真谛, 最终, 92条罪名确认, 足以战力绝, 雍正念及年庚瑶昔日战功, 终是手下留情, 命他自财于裕, 然而子孙家产仍难幸免, 一时间悲好之声, 汗心动魄, 当日功成名就的大员, 如今, 至于一地鸡毛, 可叹可叹, 大将军不过才干盖世, 奈何终究难逃命运之轮, 功成后若再之收敛, 安能至此, 村中老人摇头叹息, 不胜唏嘘, 眼见圣极意识的大将军堕入尘埃, 谁人不叹息人生的无常呢, 人生若止如初见, 何时秋风悲化善, 圣极必衰, 人过流明, 年家虽免于灭顶之灾, 但昔日风光不再, 这就是年庚瑶的故事, 一个因骄傲自大而引火烧身的悲剧, 说到底, 年庚瑶的失败乃是由其狂妄自大所致, 一言以蔽之, 娇者不得其死, 当一个人拥有超乎常人的权力与地位时, 更需要时刻谨记, 权力并非唾手可得, 亦可以轻易失去, 年庚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 他沉浸在权力和财富带来的虚荣中, 丧失了反攻自省的能力, 又因戒心太弱, 未能及时止损, 种种原因导致他在权力的游戏中失败, 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, 年庚瑶原本可以在辅佐皇帝功成名就后平步青云, 未来可期, 但他在权力的自我膨胀中, 忘却了身为臣子的本分, 最终自取灭亡的下场, 反观今日, 虽然我们不必面临如此残酷的命运抉择, 但一个人成功与失败的原理却是相通的,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谦逊, 审慎和反思的品质, 切不可像年庚瑶那样, 盲目自满, 否则一旦陷入困境, 同样会难以自拔,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人生经验,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, 位高权重的人也只是普通人, 同样会犯错误, 他们也需要人们的谏言与劝诫, 只可惜年大将军周围所谓的心腹之人, 都因私心而隐瞒真相, 最终酿成大祸, 这也给我们带来警示, 这在朝中已非首次, 年庚瑶手下骨干, 皆由自己提拔, 私相授受, 你终有我, 我终有你, 眼看一股势力渐渐行成, 众人皆在暗中表示不满, 只是无人敢言, 后来有人统计, 年庚瑶通过权钱交易所获利益, 竟高达数百万两之多, 但年大将军还是我心我素, 丝毫不敢, 甚至还要在奏折中, 使用皇帝的专用词汇, 以彰显权力, 简直犯上作乱,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目中无人, 年庚瑶才会在如履薄冰的权力游戏中, 越走越远, 而他自己, 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, 在本身上背景三国, 逾眼之旅, 我们由居住到各地道, 的军并出现,